中央政府从2月6号起实施口罩实名制 每个人可以拿健保卡到有健保药局的地方来购买口罩 但由于信义乡位属偏乡地区 家乡没有健保药局 因此只能在信义卫生所来购买口罩 我们目前信义乡就是健保药局 因为地广人稀的关系 所以我们这里目前只能在卫生所可以拿到口罩 像地广人稀因为广嘛 所以我们的范围很广 有的在地利那边可能到这边来取这个口罩 真的比较累啊 因为路途大概要整个小时才可以到达这里 最好是在村里干事林长发一发最快的 我觉得应该是全民的 新义乡卫生所主任兼医师史浩维指出 目前中央法令规定新义乡只有在卫生所来购买口罩 而医师也针对戴口罩的必要性来做详细的解说 并希望民众能够了解 政府为了实行这个实名制的口罩的贩卖 它的规定的点就是只有在卫生所 偏向在卫生所 所以我们它的爱发应的问题 我们没办法就说还要特别另外设在卫生室 其实我们在偏向 其实我们用口罩的跟都市的需求性其实比较不大 除非是说像你可能要做大众监视工具 就供车或是去坐高铁铁路这些 或是你要去医院去求诊才需要戴口罩 新议员全文才针对口罩的问题 也希望相关单位能够了解地方需求 让地方民众能够更加便利的购买到口罩 那这个口罩的问题一直是大家一直在热门的话题 那我们三区我们新一乡服务院辽阔 只有我们的新一乡卫生所才能够够的口罩 那这么这么个广大的服务院 要从一个部落要到那边要花差不多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所以我想尽请我们政府能够体系一下 看有什么方式 让我们商商的居民能够很方便的够的口罩的使用的时间 武汉肺炎的疫情让许多民众都抢够口罩 对此中央政府也推出使命制来因应 但对于地方相当不便 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多加体谅地方 让民众能够更加的便利 记者邱平利新一采访报道